15分鐘 院長 各位同仁 大家好 院長 我們請 請院長 請先生院長 請張院長 張院長 新院長 老張 今天 其實昨天新聞就出來了 這麼大的新聞 我們的漁船 在印尼 遭到槍擊 我們上次跟菲律賓的這個事件 那法務部的政務次長陳明堂他們 整個的處理方式似乎最後還能令人滿意 可是我們現在 還有一百多艘船在那裡 這個顯然射擊啊 都打駕駛艙 不像在驅趕 所以這個在法律上顯然的這個有置人於死的故意 這個有殺人未遂的問題 那上次 外交部配合法務部在處理這件事情 我想先請教部長 能不能 對不起 院長 部長吧 我先請教院長 院長是不是簡單的先告訴我們 現在行政院的立場 還有要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 首先 先講他這個用這個槍 掃射我們這個駕駛的事情 即使假如真的是我們的漁船越界非法捕魚 也不應該用這種暴力手段對待我們的漁船 那至於實際情況怎麼樣 其實昨天外交部已經要求我們住英尼代表出去詳細了解 但是我先特別聲明 我先特別嚴重的聲明說 嚴正的聲明說 這種暴力手段我們不能接受 已經聲明了 我們政府已經聲明了 我現在這裡聲明 現在聲明 OK 院長 這牽涉到我們漁民的生計 牽涉到我們台灣的尊嚴 所以我希望院長 趕快好好處理 該有的聲明 立即正式管道發出去 這是我今天 我知道 也許情況你還不是很明朗 我們不會正在了解中 但我希望能夠趕快處理好不好 應該的 這是今天一開始 看起來好像跟我們司法法治沒有關係 但事實上也有一些關係存在 所以我特別先就這個 好 那其實今天是司法法治的總質詢 大方向 總質詢就要講大方向 就講到司法改革 所以在這裡我相信院長 你有看到這一份 中正大學的犯罪防治系的這個調查報告 今年的 對法官不公正不信任 我們國人有84.6%不相信我們的法官 但是檢察官也不要高興 也有76.5%不相信檢察官 這是司法改革裡面如何建立信任最重要的 我先講一個事實發生的案例 請教一下院長您的看法如何 國94年4月26號 當426機場事件發生的時候 有一個立法委員叫做林國慶 他因為去抗議 然後警察對他也不禮貌 他跟警察推扯 然後檢察官在偵辦的時候 把影片放出來 所以 書記官的筆錄寫什麼 立法委員林國勇推警察 後來 書記官也更正筆錄說 立法委員林國慶推警察 可是我們的檢察官 隔了很多年等到民進黨下台了以後 他沒有預警的突然間起訴了 他在起訴的時候 立法委員林國慶推警察 筆錄寫立法委員林國勇推警察 他沒有看到後面的更正 一看找不到立法委員林國勇 找不到林國勇 怎麼想都沒有林國勇 他就起訴了一個立法委員叫做徐國勇 就現在站在這裡 我今天把這個案子講出來給大家聽 荒謬到這種程度 立法委員林國勇可以變林國勇 然後起訴徐國勇 所以院長 這樣的司法 他對立法委員都敢這樣子 望智而為 連查都不查 這樣的司法 我先請教院長 你認為司法改革 應該要怎麼去建立人民的信心 從這個個案來講 當然是有他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想整體來講 我們其實是循序漸進 希望能夠把司法改革做好 司法改革不能再循序漸進了啦 所以部長 你也當了那麼多年的律師 你當了部長 我也當了三十幾年的律師 看到那個判決書 起訴書 荒謬絕倫 開庭的時候 三個法官坐在上面 一直在笑 笑什麼 你們怎麼這種檢察官 不過後來發現這次的調查 對法官也不遑多讓 司法改革你這幾年到底做了什麼 你做了哪幾樣 能不能列舉幾樣給我聽聽看 報告委員 其實最近幾年 大家對司法品質的要求是越來越高 所以裡面包括檢察官辦案的態度 即使只是態度不好 都會受評鑑 可是為什麼 越改越差 五分改一天 你是改拚命 越改越開 為什麼這樣子 為什麼不信任 不信任度一直在提高 尤其在這幾年 不斷的在提高 為什麼 是因為背後有一隻手伸進來嗎 那隻手 是人手 還是什麼手 不然為什麼會司法的信任度越來越差 報告委員我想這個因素其實是很複雜的 我們做很多事件看起來 像0206的台南地震 檢察官是非常非常認真在辦事 很多事情檢察官他的投入 我都擔心到他們危害自己健康的程度 但是一般民眾看不見這些部分 只是包張如果登了一兩件 所以換句話講是民眾的錯 不是檢察官的錯 按照你的講法是司法的不好都是人民的錯 因為你沒有看到檢察官的辛苦 所以呢 人民誤會你們啦 所以這個信任是錯的嗎 我沒有這麼說 我沒有這麼說 我說人民的意向 他要從他有資訊來源 他才可以了解 那像我們檢察官很認真投入工作的部分 很少建築媒體 所以他們一般人 沒有建築媒體就是你們領導者的錯了 你們為什麼沒有好好的幫他們宣傳呢 那這個又要怪你們啊 如果做這個宣傳的話 又會被人家說你是這個 自我吹噓啦 標榜啦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 換句話講都是人家誤會你啊 我再舉個例子 部長我現在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你知不知道桃園地檢署 有多少人想要調走 我舉個例子好了 你知不知道今年有多少人要調走 你是部長啊 很高 比例 高到什麼程度 接近三分之一的程度 都曉得 因為他們辦公廳設的狀況太過糟糕了 好 那我就問你 辦公廳設如果太糟糕 有二十幾個人想要調走 二十幾個 是 所以院長 一個 檢察官二十幾個檢察官要走 你知道他要走到 也不是說 我檢察官我就到台北到哪裡 不是 他們很多人都想調去當法官 如果 司法是這樣 大家去思考 現在法官的不信任度是高於檢察官 法官不信任度還84.6% 檢察官是76.5% 那換句話講 兩個都爛 但是檢察官比法官不爛那麼一點點的時候 竟然 有二十幾個檢察官要 希望請調法官 希望從比較不爛的往更爛的地方去 然後呢 法官想要調檢察官的 據我所了解只有一個 院長我先請教院長 這心態是什麼 我先不要問你法律人的講法 你都要替他們講話 因為我真正去檢討 所以我先問院長說 在這種狀況之下 1.5 公務員為什麼會有這個心態 他們也是廣義公務員 這個公務員的心態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寧願從不信任度 越差的地方去 而不信任度 要往信任度好的地方 只有一個要過來 為什麼 我對司法體系的人是不是很了解 我沒有辦法回答 不是 院長我沒有問你司法體系的問題 我現在再問你是 為什麼公務員的心態是這樣 他寧願往那個信任度更差的地方去 為什麼信任度更差 更差的地方 希望往信任度好的地方去的人只有一個 而往不信任的二十幾個 這心態是什麼 你能不能揣測一下 因為你站在院長 你要了解 部署的心情 你才能夠領導啊 我們要了解啊 從心理學裡面啊 從Muslow的需求理論裡面來講 人都要有被尊重的感覺啊 從生理的需求到安全需求 愛跟隸屬的需求 再來不就是被尊重的感覺嗎 為什麼被尊重的感覺那麼寧可放棄呢 你告訴我為什麼 你的揣測心情 因為你是個領導者啊 你是院長耶 剛才部長講到說 他們的工作環境非常不好 所以那是一個動機 但是為什麼要調法官 不調其他地區的檢察官 老實說我真的沒有辦法回答 真的沒辦法回答 所以換句話講 司法改革還有一段好長的距離 因為院長都不知道 這些檢察官跟法官的心理是在想什麼 如果要做一個司法改革 我們要建立什麼 除了建立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我們更希望 要從內部 也要建立自己的自尊感 對自己的自重的這種感覺 受尊重的感覺 然後才能夠自我實現 達到Muslow階層理論 需求裡面最高階層要自我實現 我發現我們的司法已經放棄了自我實現 連被尊重的感覺似乎都無法得到 所以我再請教 部長 有一個訊息 聽起來是很悲傷 連政署大失職 人家 我沒有把報紙拿來 我用這個印出來給你看 連政署大失職 判刑11年半的惡檢察官 惡檢 這個惡檢多壞 那大家去看裡面的報導就知道 不過只判了11年半 奇怪 這個好像判的輕了一點 成功 改名 脫產 出境 奇怪 如果一般人要走都沒那麼簡單 檢察官 難得有檢察官這樣子抓到了 他就 改名 你們也不知道 脫產也讓他脫產 然後接下來 出境 離開台灣 不讓港 部長 這個訊息你應該知道 我知道 景天柏 是啊 這是一個真的是黑群芝麻 黑群芝麻 可是為什麼這樣跑了 你們內部有沒有檢討 我們有檢討 就是防逃機制到現在大家都議論紛紛 究竟這個防逃機制有沒有功效應該如何實施 或者是說有其他 比如說防逃用扣壓 那個積壓的方式防止他脫逃 好他已經脫逃一陣子了嘛對不對 出去一陣子了嘛 這一陣子 有什麼機制出來嗎 有看到你們說希望能夠就這個 能夠防止 所以呢修改一下刑事訴訟法 或修改一下監獄刑刑法相關的法律規定 然後呢送出去希望說趕快在這裡處理 你們有動作嗎 有我們不但在防逃作為要點 現在已經在修快要完成 另外再刑事訴訟法 請問 欸拜託欸 部長我們在讀法律的 不要告訴我要點這種東西 刑事訴訟法也在修啊 對我在告訴你說不要告訴我要點 這不是法規命令 你要讓人家立法院可以看得到的 對在刑事是法院的 規程規則續則辦法 鋼要標準或準則 請問哪一個有要點啊 你們不要告訴我什麼四項要點 我念的七樣裡面沒有一樣事啊 這不是中院法規標準法裡面規定的嗎 所以你不要告訴我這個 你們要具體事項讓人家了解嘛 你說你們要點在修正修正完了嗎 因為你們就是用這種要點 都不必送到立法院來啊 報告委員刑事訴訟法是司法院主管的法規 但是我們還是努力討論相關的 你們在執行啊 不要告訴我說是司法院 你們在執行的要點裡面 為什麼要用要點呢 就是不必送到立法院來嗎 所以說監督不到嗎 所以說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做嗎 不是 雖然說沒有司法院有沒有做還是一樣 像監察院他就會去檢討 好 我再請教你 幾件事 都是重點 我們的連鎮署剛剛 提到說連鎮署大失職 景天婆讓他給跑了 所以我要問 連鎮署到底現在定位是什麼 林鎮署他是一個 他到底是檢察機關還是司法檢察機關 他兩種屬性都有 兩種屬性都有 所以他權力比什麼都大 不是 因為他的連鎮署 比什麼都大 機能比什麼都差 報告委員 為了使這個查契的效率提高 我們有所謂派駐檢察官到連鎮署 那他是派駐檢察官 他就是執行檢察的權利 他就是在連鎮署也可以直接辦案 所以 連鎮署可以直接辦案 請問他的兵呢 他到底是什麼 如果檢察官兵兵 然後自己去都是自己去處理嗎 不是派駐檢察官 所以他還是檢察官的身份 所以他是有檢查 檢查權 檢討一下 我們希望說要檢討一下 連鎮署到底功能到哪裡 現在 連鎮署的功能不張不要緊 因為連鎮署的出現 法務部說要不然你們去抓 所以法務部現在速攤的 績效也差了 不但差 也不算要辦 因為 就讓你們去辦 大家來揮啊 最後呢 大家再來尬一下 辦一個好案子 辦一個大案子 說我比你行 現在 兩個機關 是在比誰比較行 我尬上你就好啦 所以最後呢 越來越糟糕 包括調查局都出問題 連鎮署都出問題 這一整個疊床架屋 讓我們整個樹攤 是不是越來越差 難道沒有這個狀況 你們都沒注意嗎 其實不是這樣 調查局跟連鎮署的合作 其實我們有這個調查局跟連鎮署聯繫作業要點 大家規定很清楚 而且合作的也很順利 那有些案件是從這個平台上面去區分 有哪個單位辦 有的案件 兩個機關何辦 所以我們目前都是 部長 大家都是法律人 我只是提醒 我們的司法改革讓人民失望透頂 所以不信任跟不公正的這種感覺 越來越高 高到八十幾%是法官 七十幾%是檢察官 其實如果這樣差的話 律師大概也不會好到哪裡去啦 律師大概我看也七十%以上了啦 所以在這個整個讀法律的人都沒有尊嚴 我的意思提醒你 真的要好好去做吧 還有時間 謝謝徐委員 謝謝張院長